日本记者问张子怡,屠杀30万人你们输过。结果周梦发这句话,记者无语。 对于国际问题一直都是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尤其是明星的国籍更令人注意。 之前一直以为周润发国籍是美国,没想到霸气回应自己做一个中国人很开心。 党网友没想到周润发这么爱国,自己依旧是中国籍。 周润发作为一个国际影坛的剧情,在国内外有助很高声誉。 有一次带助张子怡去日本宣传活动,碰到一个雕钻的日本记者提问。 问道,请问你们宗说我们日本杀害你们30万同胞,难道你们输过吗? 数字这么准确。 对于这个雕钻的问题,张子怡傻眼了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很是尴尬。 周润发露出迷人的微笑,当即很沉稳地回答。 我们确实是没有输过,难道你们日本妇女抓取作为日本军提供服务的女性,你们还要去问她是否舒服? 周润发露出迷人的微笑,让日本军提供服务的女性,让日本军提供服务的女性。 周润发的回答很有难面位,长了中国人志气,让日本军提供服务的女性。 周润发的回答很有难面位,长了中国人志气,让日本记者颜面扫地。 虽然周润发从小生长在香港,但她时刻告诫自己更是一名中国人。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爱国是从点滴做起,周润发的做法虽然看起来有点野蛮但比那些跪拜韩国人的明星强多了,比如杜海涛。 对此,你怎么看呢? 周润发,SBS, Chow Young Fat,1955年5月18日,香港知名男演员,出生于南亚岛。 1970年代于《无线电视》参演多套电视剧,后来参演电影。 曾三次获得香港电影金校奖最佳男主角,并两次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1980-1990年代,曾与多位女星合作过多部电视剧和电影。 其中与赵亚之,郑玉玲和朱楚红的荧幕情侣党令人印象深刻。 1990年代于成龙,周星驰被誉为《双周阴城》,于1995年赴美国好莱坞发展。 1990年代,周润发的电影在亚洲和大中华地区皆具极高知名度。 1990年代,周润发在上海滩获得巨大成就后,开始揭拍低成本电影。 1990年接拍了许安华指导的《胡悦的故事》,在电影中扮演一名越南华裔青年,漂泊无定所,可说是他第一部称得上成功的电影。 但是电影叫好不叫做《周润发》曾被戏称为票房毒药。 此时另一位视野也陷入低潮,原以功夫片知名的导演吴宇森,认为传统功夫片已经走到瓶颈,社会需要新的,有现代气息的英雄。 1986年,他即可周润发,迪龙和张国荣,拍摄了电影《英雄奔色》,获得空前成功。 1986年,周润发,迪龙和张国荣。 周润发饰演的角色Mark哥深入人心,并首次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之后又拍摄了两部续集《英雄本色IY》和《英雄本色IY》《夕阳之歌》。 1986年,周润发,迪龙和张国荣。